首先的话第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如何针对这三个栏位来源 变成这边的手机号码 当然上面有提示 规则就长这样 应该大家都不陌生 因为大家应该要有手机号码 底下的话有提示就是利用end符号 end是什么呢 就是把资料跟资料做串接 然后另外用两个函数 一个叫REPT REPT的话 其实简单讲起来 就是repeat 应该是这样 我在猜 它是缩写 就是repeat T的话应该是一个 重复什么文字的一个函数 它主要的目的就是帮你重复什么字 如果用在这边的话 是重复几个零的意思 比如这边是一定要三个字 所以我只要知道说 它里面不是三个字 缺几个我补几个就好了 所以rept是补几个零 LEN的话是 它的全名就是Lex Lex的话就是算资料的长度 也就是算它里面有几个字 如果我知道它里面有几个字的话 我只要用删减掉它 比如说它里面有两个字 我只要删减掉两个字 那就知道说 我再补几个 补一个零就好了 这个的话是Lex 得到的结果应该是一个字 所以我用三减掉一个字 就要补两个零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意思吧 好 那只是说要怎么做 我们刚开始 如果假设各位都是属于 Esser的算入门 现在有个名字叫小白 小白是入门 所以你们是算Esser的小白 然后如果假设你今天希望 产生这个公式 那该如何做 第一个的话建议 第一个有没有放这边 这个除尘格叫什么 E4 其实看这边应该可以看到E4 有没有放哪个 放这一个 然后接下来的话 请你在上方 这个叫资料编辑列 点它一下 好 那输入公式 公式开头一定是等于的 所以等于 OK 然后09 我看一下 09 然后 我把 同学的公密 应该都加进来了 好 这边的话公式记得 点一下上面资料编辑 那09的话是一个文字 文字哦 因为数字没有零开始 那什么文字 前双引号 09 后双引号 上才是一个文字哦 OK 然后要串接什么 串接这个除尘格 E1嘛 所以其实后面加一个end符号 end end的话就是09串什么 串E1 所以你在E1这边点一下 F4 有没有 点它 它就会跟你 把09跟E1串在一起 当然你不用全部后面全部打完 你可以先打勾看看 打勾一下输入 有没有看到0911出现了 但如果你假设啦 你向下填满 向下填满填一个是这样的 如果它填全部的话 快点两下 全部都填完了 有没有 0911 0928 0928 0994 诶对没错吧 好 那可是后面还没完成 怎么办 还有一个减号 所以再一个end end 然后在前双引号 再一个点号 双引号 那再打勾好了 你也不用急着全部打完 反正你也打 打一个 打勾 打一个打勾 OK 后面的话是084 所以你后面的话加上end 然后 那end如果假设啦 你如果再点 点这个G4的话 你打勾它变84 少一个0怎么办 所以问题就是这个G4 前面要补0的这个需求 那你总不能说 我自己打一个0放在前面 那如果他打一个0在前面的话 你可以这样end一个0 0的话也是一个文字哦 所以前后要加双 然后end 其实如果是这样打勾 没有 084 但是你向下填满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个OK 三个OK 但是后面这个就不OK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有三个字了 结果你还给他补一个0 那变成他四个 四个字你打电话 已经打不通了 为什么 因为规则不正确 所以呢 我们就不能够直接给他 补一个0 所以这个end 这个可能要把它去掉 这个end 这个规则可能要 把它去掉 把它恢复好了 end的趋势啦 但是问题 怎么样可以解决 这个把它打勾好了 就是84 可是问题来了 那我要怎么样在 这个84的时候 去判断说 它到底有几个次 或补几个0 的这个需求 所以接下来 就是要必须用到 REPT 跟LEN OK 那只是说 这个公式 如果直接加进来的话 有点复杂 所以我是建议 你可以在旁边练习 这边 你可以练习什么 直接有没有放在 REPT的储存格 然后算里面有几个字的话呢 你可以 游标放I是说 插入这个函数 然后找到文字类的 我建议啦 以后的话 你可以把它按照分类 的方式 去找那个函数啦 那文字里面就有个LEN 所以你往下找 LEN 这个函数 按确定 这个时候 他会问你一个问题 请你告诉我 你要算的 那个资料 放在哪里啊 他先跟你讲 其实就是 你那个字在哪里 我的字在这边 所以你点G4 他就会帮你算什么 G4里面有几个字啊 两个字 所以他点了G4之后 他会帮你把这个 两个字 返到这边来之后 这边会显示 84 而且前后还帮你加算 为什么 因为它是文字 算完之后两个字 所以他会把 2的结果呢 放在这边 有点像是 你给问题 他给答案 大概是这样 函数其实是问问题 给答案 问问题 大概就这样 OK 好 那我按确定之后 两个字 可是不对 如果我要补两个0的话 不对 那应该是吧 所以 补几个0呢 那我可以用个 简单的方法 就是在这个公式的前面 再加个3 减掉 有没有 3减掉 LEN 里面的次数的话 得到的就几个字 打购一下 一个字 第四就是要补一个0的一次 好 所以第一个 我们已经用LEN 得到要补几个0的这个数字了 目前这个是一个 但是接下来我要怎么样跟REPT结合 接下来 下一个动作可能会比较复杂一点 你们可能 先把这个3减掉LEN 这个公式 然后后面这个公式把它减下来 减下来之后的话呢 再插入第二个函数 一样文字类 找到REPT 这个函数 它R开头了 所以你往下找R 那这个函数的话呢 按确定之后的话 它会问你两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它第一个问题是TEST TEST是你要重复什么字 重复0嘛 所以你就打一个0 不过因为是文字 所以前后要加双引号 有没有 前后双引号 0 请你帮我重复0的这个次哦 那底下的第二个问题是LUMBERTIES LUMBER是数量 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重复 白话意思应该是重复几次的意思 那我就把刚刚的公式 三减掉LEN 有没有 瓜五G4的公式呢 贴到这边 它会得到1嘛 所以它帮你重复一个0 按确定 那把它向下填满 你会发现哦 这个应该都三个字 所以都不补0 有没有 有补0的就出来了 不补0 那你说老师那这边不会出现08 08是怎么办 很简单 后面再加一个东西 AND G4就好了 有没有 0嘛 再组一个G4 08是就出来了 下下填满 有没有发现 3嘛 有没有 底下好像都OK耶 看起来好像都没问题 这个怎么样 093 这个是63嘛 063 OK 所以呢 显然哦 这个公式就完成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哦 这个地方哦 先完成到这边好了 这个走的一定有点远的 OK 所以第一步的话是3 剪掉LEN 刮湖G4 把这个公式剪下来 贴到这个REPT里面 这样就完成第一个阶段了 OK 试试看好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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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